2022年6月10日你在什么地方 我在老汉城烧烤店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我们殴打几名女子了 画面中这个接受警方审讯的男子 就是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中的主办陈继致 现在坐在审讯室中的他再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 在事发当天四名女孩结伴吃烧烤 却无故遭到了陈继致等人的骚扰和殴打 监控视频上传到网上之后 引起了人们的公分 然而经过警方的调查取证 竟然又牵扯出了多起人神共愤的答案 那么最后这些人会得到怎样的惩治呢 时间2022年6月10日凌晨2点 地点和北省唐山市老汉城烧烤店 从店里的监控视频可以看到 坐在左侧靠近大门的四名女孩独占一桌 从进店开始都没有招惹任何人 而主饭陈继致等人当时也在该烧烤店门外拼桌上吃饭 到了2点40分左右 处于醉酒状态的陈继致摇摇晃晃走进店内 同时用猥琐的眼神上下打亮着门口的四名女孩 之后就走向了柜台 与其两名同伙不知道说了什么 随后笑眯眯地转头走到了四名女孩的桌前 伸手摸在了白衣女孩的后背上 并且还满口乌言惠语做出骚扰行为 女孩感到有被冒犯就立即表达了抗拒 但没想到陈继致却因为感到丢了面子 一巴掌打在了女孩脸上 两人随即撕打了起来 作为被打女子的同伴 黑衣女子第一个站出来帮忙 顺手拿起了一个啤酒瓶打在了陈继致的头上 吃了亏的陈继致随即叫来停火 很快门外的多名五大三粗的男人就涌进了店内 他们将白衣女孩拖到了地上殴打 连女孩同伴也没有免遭遗难 尽管这样陈继致还是没有泄愤 他们又用蛮力将白衣女孩拉扯到了店外扁道上 继续对女孩实施殴打 因为场面过于混乱导致失控 这才有路人拨通了报警电话 但是现场陈继致一伙人的暴行依然没有停止 之后白衣女孩挣脱控制 跑进了烧烤店侧边的巷内 陈继致与几名同伙又追了进去 因为小巷的位置处于监控盲区 所以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能询问受害者 在大概过了一分多钟左右 陈继致一伙人才慌忙逃离了现场 只留下了一地狼藉和四名女孩马目窗帝 在当天凌晨 四名女孩被送进医院救治 其中有两名女孩在经过医生诊断 无需留院治疗后自省离 而其余两名女孩则需长期治疗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视频很快就被上传到了网上 一时间引起了网友们的愤怒 这伙人目无法即嚣张至极 很多人认为这绝对不是第一次 也不是最后一次 同时当地警方也高度重视这件事 并及时出动大量警力 对陈继致等九人展开追捕 可能陈继致也不会想到 事情会闹得这么大 就在事情发生后的24小时内 就有五名犯案人员被警方抓获 而剩余四名嫌疑人 已经驱车逃往江苏 期间他们还试图 汽车翻越高速护栏逃跑 不过最终还是悉数落网 随后警方就对陈继致进行了审讯 面对种种铁证 他也老实交代 原来当晚陈继致等人聚在一起 是要商议组件违法赌场一事 期间喝了酒 又因为平常嚣张把护惯了 所以才会去骚扰四名女孩 在遭到女孩拒绝后 陈继致因为气不过 所以对女孩进行了殴打 而女孩最后在小巷中到底遭受了什么 也是广大网友们最为关注的 有人说女孩在里面受到了侵犯 也有人说女孩遭到了汽车碾压 但这些终归是没有证据的恶意猜测 后来经过警方的调查 现场没有发现任何车折印 以及其他作案痕迹 并且从监控中很明显可以看到 嫌疑人进入巷子倒出来 只有短短的1分41名 这么短的时间明显让以上猜疑很难占的阻强 之后相关人员也询问了受害人 这才证实以上网络说法均未谣言 当时在那个黑的那个文杠里面发生了什么 我基本上欧房 导人说告诉我们不许报警 不许找人否则让死我们 然后就跑了 网上还有流传你这个被车碾压 这个情况有吗 从受害人的口述中我们不难听的 在陈记智等人实施暴力期间不断的放狠话 不得不让人怀疑陈记智等人 是不是有预谋的惯犯团伙 在警方的一番调查后 果然发现了2015年的一个案子 就与陈记智有关系 在发生唐山烧烤事件7年前的2015年 陈记智就曾和一位名叫伤某凯的男子 有过纠纷 原本只是因为抵押车辆这一件小事 结果陈记智却大动干戈 不仅没有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问题 反而纠结了几名小弟找上了伤某凯的家门 在那天陈记智等人没有丝毫手下留情 几人手持幽形索对伤某凯进行了殴打 伤某凯很快就丧失了反抗能力 和唐山烧烤店事件一样 陈记智并没有因此放过伤某凯 反而将其放在车上拉进了一家私人医院 在陈记智的指使之下 与他有很好关系的医生 被伤某凯的头部进行了简单爆炸 之后伤某凯就再次被丢进了汽车后备箱中 陈记智等人还要扬年将其活埋 最终他们停在了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准备动手 好在伤某凯抓住了实际 趁着陈记智团伙不注意爬进了没有锁车的驾驶室中 这才开着车捡回了一条命并且报了警 因为这件事情的直接参与者并不是陈记智 所以最终法院只是追究了参与违法拘禁者的刑事责任 而陈记智为了让他的手下开拓 特意又找到了伤某凯希望能够和解 因为伤某凯当天喝了酒 所以稀里糊涂的答应了陈记智的请求 并且在写有陈记智支付给的五十万 作为补偿的谅解书上签了字 但是自始至终陈记智都没有履行承诺 反而当起了老赖 答应给伤某凯的五十万元也终究成为了抛营 然而陈记智当老赖还只是刚刚开始 因为陈记智和妻子用贷款买过房子 所以他理应向银行偿还贷款和利息 但陈记智却不断拒绝偿还欠下的四十九点七万元 因此陈记智早就上了失信人名单 尽管这样陈记智依然我行我素 仅仅在三年之内就成为了七四老赖 不得不说他的脸皮厚的就像城墙 除了提到的这些罪行之外 陈记智还曾在2012年涉嫌聚众斗殴之嫌疑 当时陈记智在酒店中与王某伟偶遇 也为一件小事情他们产生了争执 心眼小的陈记智就当场与王某伟动起了手 为了不让自己吃亏 陈记智还从楼上叫来了数人给他称场面 还指使这些手下手持器械对王某伟寄行欧的 在这期间 王某伟因为势单力薄就跑出酒店开车试图离开 但陈记智不依不饶 也开着车追赶王某伟 陈记智的同伙见状也开车追上了 最终三辆车撞在了一起 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 直到现在这三辆废车依然停在某停车场内 这就是陈记智在公共场合聚众斗殴的直接证据 另外这些事情都因为唐山烧烤电事件被引出 自然也会依法追究陈记智的刑事责任 2022年9月13日 该案在廊坊市广阳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 最终陈记智恕罪并罚 被判处24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而至于陈记智的其他同伙 也被判处了11年到6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陈记智团伙的嚣张气焰也终于被剿灭 另外这些事情也反映出了很多社会问题 比如在事情发生后网上的舆论声音较大 甚至已经盖过了事情的真实性 拿巷子中被害人的遭遇来说 就由网络上的人造谣博去研究 好在最后受害人澄清了事实 才代表了所有人真相 另外这段时间中也可以看到网报的影子 比如烧烤店的老板娘就没有逃过网报的命运 甚至有人声称老板娘也是陈记智团伙中的一员 但是从监控录像中看 老板娘确实有过劝阻 但奈何现场混乱她根本就插不上手 也有一些网友们发现在这件事情发生时 有一名年轻女孩试图上来劝阻 好在最后被男友及时制止 其实在这种时候 及时报警就是对受害者最大的帮助 在帮助别人的同时 更应该时刻注意自身的安全